张子怡和汪峰的恋情渐渐浮出水面 日前汪峰妻子大的女儿也被推到了台前 这意味着张子怡汪峰倘若真能好得成妆 那么张子怡将成为汪峰女儿小苹果 名妇妻时的后妈 不知道张子怡是否有过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 其实婚礼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是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得找对那个结婚的人 尽管很多人不看好张子怡和汪峰的感情 但有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 张子怡这次对汪峰还挺认真的 她与几位以前有来往的富豪男友 已不再联系 其两人的恋情也得到了嘉宁的认可 包括之前曾棒打张大恋的张母 也力挺一步交往 不过纵观国际张多年的情势 网友却发生了这样的感叹 张大小姐的口味怎么越点越神摘了呢 2004年 港媒派到张子怡与霍家二公子霍启山 在银车场询问 两年中 张子怡与霍启山的恋情一直成为 每次的焦点 霍启山比张子怡小四岁 据说张子怡当时正为 一期回忆录练英文 霍启山每次给他打电话 时都有英文和他交谈 学我只听话 是一直学的 如果有时间 就有经历的一期 我到自己 我还是喜欢学习 每个人在问我学习 就是很简单的交流 聊天啊 都没问题 当时张子怡对于 他与霍启山的这段恋情 非常的高调 可惜一往情深 还是敌不过至少离多 两人无奈于2006年分手高中 2007年 张子怡搭上了作用 42亿神家的 以色列富商Vivi 两人多次高调 亮相公共场合 这也是张子怡出道以来 第一次大方承认恋情 随后便传出两人即将闻婚的消息 怎料2009年一连串的 沙灿照 泼墨门 这还专门事件 最终导致他跟Vivi的感情破裂 与Vivi分手后 去年7月张子怡又被踢爆 搭上内地名嘴萨贝宁 从两人在江龙 护卫玉米玩漂流 再到泰国享受阳光海滩 可谓暗的缠绵 女人还是要有嘴气 但张子怡的母亲 似乎一直看不上萨贝宁 认为他与女儿各方面的差距 失败太大 另外张子怡对萨贝宁做节目时 总是有意无意地 拿两人恋情说事 也神感不满 直到汪峰的介入 张发言彻底高吹 不想多说什么 自己的事情 从霍喜山到Vivi 萨贝宁再到现在的汪峰 没想到向来特立独行的张子怡 这回为爱竟然 送下神断 但当后妈 就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俗话说 做人更难 做后更难 那么女明星做后妈 其实是男胜加男 不过也别太悲观 娱乐圈明星后妈典范还真不少 悄悄温柔的情哥哥王燕 在新生活中 就有一个玉台年纪 想访的季妇王硕 两人的关系就相处得不错 而让子弹飞的大祸 也让更多人注意到了 姜文的美女老婆 当众人羡慕 周运有那么有才的老公同时 她也在感慨周运的后妈角色 但娱乐圈中最有名的后母 非感觉末属 从嫁给张顾丁那天起 邓姐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不过张默的冷漠与叛逆 也一度让邓姐更新不已 所以明星当后妈 有时就是比普通人 付出更多的艰辛与无奈 咱们的国际章可得想好咯 娱乐乐翻天 综合报道